哈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進來了 現在還沒 慢慢來 慢慢變國人 你的出來了嗎? 出來了 我的跑出來了 你的練我大 哈囉 接下來的朋友們 再分享直播好嗎 先幫我們分享 按讚看到 快快快 你才可以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 欸你幹嘛講我啊 沒有錯 人因為多我才要告訴你我們今天要幹嘛 不然我就一直耗在這啊 沒有啊 要跟你介紹一個我一個很好的姊姊 誰 就是我很常用你提起一個超正的姊姊 那麼多姊姊很正 我也很正 你倒是還好 你們是不是也很想知道 是誰啊 是很正的姊姊喔 所以一定要看我們的直播到最後好嗎 記得要留言我們直播在最後的時候會有一個通關蜜 如果 如果答對通關蜜可以幹嘛 送禮物啊 把你送給他們 那這不會有人要留言啊 對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看到最後 就要知道我們的禮物是什麼 沒錯 先泡咖啡用 那姐姐很喜歡喝咖啡 好的 來來你會泡嗎 怎麼泡 加熱水 加熱水就好了 來來來來來你會使用嗎 唉唷 是按這個嗎 欸你們可以得到嗎 他真的不會用 走開 走開 怎麼用 所有的熱水器呢 告訴大家一小知識 你們最好會用 旁邊有個解鎖鍵 缺壓 唉唷有水的呢 你剛剛是不是偷偷研究 怎麼會呢 這我家啊 需要研究嗎 讓你平腳 這就難 太困難了你來 這個很難是不是 對 你知道腳咖啡也是一個學問嗎 哇好香喔 現在變得很像是咖啡廣告 在門聊跟你喝杯咖啡 天啊天啊 我們 那姐姐是很漂亮喔 超漂亮的 因為我 我跟妳認識那麼久 然後 妳好像 我給妳一點提示 她就是妳之前一直跟我說 妳很想跟她見到面的姐姐 誰 因為妳很多問題想問她 我想要認識的姐姐 應該都是有利益關係的 哈哈哈哈哈哈 先不要這麼誠實 我好像大概知道了 喔 真的嗎 對 好喔 那我們 進去 妳要不要拿大杯嗎 可以 我要把姐姐 點帥給我拿 那妳不要打扮她 姐姐要喝大杯的 喔好 妳打扮我就算了 走吧 我們去找太陽姐姐 那妳幫我拿 拿 我要看有沒有人 好 出發 出發 喔 姐姐 好久不見 我終於見到妳了 哈哈 哈哈 為什麼是我這樣 快要抱我 抬我姐 妳幹嘛 超髮 她是有利益關係的 姐姐 是 我是 而且我還沒介紹 姐姐就要用那種 我是 她是誰 妳太樂趣了 我還沒介紹 對 而且我剛才在把姐姐撥到 對 嚇死我了 就是 她是問題啊 就是我很常在PO的 沒事 喔 妳常講 就是我跟妳說 就是我 她想要講的 她說妳太忙了 對啊 她是不是想要見妳 結果妳見不到 問題 我想要 我想要見姐姐也是一個 兩坤 好想念她 對啊 好久不見 對啊 欸 姐姐妳不想念我嗎 哈哈哈哈 妳是她的 對啊 對啊 她為了幫她姐妳 泡了茶的一口 我要變漂亮 我要變漂亮 而且重點是 她還不會泡 真的嗎 對啊 妳剛剛不會用 她生氣 那個開關太難了 那個開關太難了 對啊 謝謝 謝謝 我口先喝一下 不好意思 好笑 欸 妳的手機先給妳 我們要看直播人數 喔 對對對 欸 姐妳知道 我們現在在編直播嗎 我知道 好 姐姐妳怎樣 我剛剛編直播妳剛剛還沒有指 怎麼樣 把我當成好像垃圾一樣 哈哈哈哈 妳講太多了 垃圾會不會開對面 好 哈哈 所以妳直接把她拉過來 這是什麼 垃圾桃 哈哈哈哈 不是 是垃圾堆 好吧 對 對 我就是垃圾 好 妳這樣也比較好 對 好了 姐姐很親切 是不是欸 完全不像醫生的距離感 我忘了跟妳們介紹 姐姐是醫生 對 很厲害的醫生 嗯 家裡有個醫生姐姐 就是一個好嗎 哈哈哈哈 什麼 我只是好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她們每次都問我為什麼 不是可以這麼好 她是因為一有問題 我就會反我姐 就算她沒有空跟我見面 她會一直欸 我只要我只要我只要這樣 太過分了 就算我沒有姐姐 可是我還是 很漂亮 哈哈哈哈 沒有空 就像問題很漂亮一樣 過了一個年紀 就會 開死 我那邊都一樣大 哈哈哈哈 對 我最近很過敏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她整張臉 都是困擾 姐姐妳覺得我整張臉 都是困擾嗎 妳是說太漂亮是有困擾嗎 就是 可以說實話 有我在沒事 我的臉 我的臉太精緻 我不知道怎麼辦 哈哈哈哈 我現在很認真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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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太精緻要怎麼辦 可是臉筋最有一點小缺點就是 過敏 小小的 小小的 那個沒問題很簡單 那要怎麼 等一下會告訴妳怎麼保養 哦 像之前YUI 我們在電話中也是 她說她有一些臉部的困擾 我也很常過敏 所以我特別帶來一些 我平常常用覺得不錯的保養品 跟妳分享 姐姐皮膏超好 對啊 超好 是發亮欸 根本經營剃透吧 發亮 是小強嗎 是發亮 姐姐妳說一開始睡兩個小時 哈哈哈哈 其實我只有一個小時的意思 更少 那這樣還可以發亮很厲害 超厲害 所以保養很重要 因為我們平常都沒有在保養 我們有什麼在保養 那我教妳那麼多 妳都沒有看見 就是每次都忘記啦 哦 所以妳是靠天生荔枝就對了 沒有事 姐姐妳都不是我天生荔枝 是在回覆我的年紀 她說我是垃圾桶 然後妳給她的聲音 我就這樣子 因為她是我 你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好東西 哦不是妳算 就是妳收到給我的禮物嗎 對啊 我也要 我有妳的不好意思 我也要 我沒有特別說 妳有妳也要來 所以目前都是 只有妳 是不是在補給妳 而且姐姐也沒有要考慮我意思喔 什麼本 妳說補給妳是整份 今天可能也是這樣而已 那我可以 可以之後更多嗎 可以可以 以妳的那個膚質狀態的話 我覺得是蠻有可能需要再更多的 面膜是太精緻的問題 太精緻嗎 哇 好多面膜 因為我們兩個之前面膜都亂 姐姐這裡全部都是面膜 對啊 其實全部都是面膜 哇 那面膜有那麼重要 她怎麼知道要怎麼用 大致上以面膜的種類來分的話 這種就是布膜式 就是我們最常看到一片拿起來膚的 就是打開來一片羊皮膚的 對 那像這種是果凍式 果凍 這個也是面膜 這個也是面膜 這是蘆薈面膜 就是我們比如說曬後 正定修復 對 對 你曬傷了 曬傷的時候是都用乳環 對 就用蘆薈面膜 這是果凍式的面膜 所以它也可以冰在冰箱 對 它冰在冰箱效果更好 因為它會鎮定皮膚 這個就是乳霜式的 這個是乳霜式的 它其實擠出來就像乳霜 對 那它是給特別乾的人 或是說 特別乾的人 嗯 或是你去看特別乾的國家 我很濕 我很濕 特別乾的國家是哪邊 比如說你在日本冬天 他們有開暖氣 就是室內是很乾燥的 那跟台灣比起來 台灣是比較潮濕的地方 所以這種乳霜就是去比較乾燥的地方 比較乾燥的地方 比較冷的時候 比較冷的時候 可以用 因為乾冷的時候皮膚會缺水之後 會缺點油 那它可以順便補充一點油分 那它可以順便補充一點油分 這種就是敷的是直接睡覺嗎 也可以 也可以 你可以搭掉再睡 也可以直接睡 也可以 然後像這種的話 它就是比較屬於凝膠式的 凝膠式 這麼多種 這裡總共有幾種 嗯 大概有比如說 鋪膜式 然後 鋪霜式 果凍式 果凍式 凝膠式 還有泥膏式 泥膏式 我還有泥膏 泥膏不是都算對嗎 有三泥啊 那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數 我有算對嗎 是五種嗎 好多種耶 那這樣子怎麼知道 要使用哪一個 對啊 其實應該是要照膚化 照膚化 而且有的面膜 它不是可以天天用的 像這個泥膏式的啊 它就是屬於比較深層清潔的面膜 那其實一般 這是泥膏式的嗎 對 這擠出來是像那個 可以擠一點看嗎 可以啊 哇 那所以擠了之後會變泥膏嗎 它是灰灰灰的那種嗎 對 因為那個高齡圖擠在你手上 好 是火山泥那種呢 對 類似的 所以晚上你在敷面膜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媽媽開燈 你是灰色的耶 哇 我要聞 其實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味道 沒味道 哈哈哈 這感覺好像蠻保濕 我差一點在我手上 這不是保濕的喔 不是嗎 這不是嗎 所以它深層清潔 所以它的去油力是比較強的 所以這個是在 呃 這個大概敏感肌大概 對 卸完妝 敏感肌大概 一個月用一次就好了 那你是比較強壯的皮膚 可以兩個禮拜用一次 所以這種 泥的是不能常常使用 對 尤其是敏感肌或是比較乾性肌膚的人 因為它的去油力 它有高淋圖的成分 它的吸油力比較強 對 它可以幫助你 吸除那個 毛孔中的髒污跟油脂 喔 那很趣喔 所以敏感肌跟單性肌 就不要太常用 這樣子常在台灣洗車的 是不是 對 很需要 很需要 毛孔裡面的髒污 可以把它清出來 所以它的使用方法就是清潔 然後敷在臉上 對 敷在臉上 然後停留3到5分鐘 加水 按摩 按摩 再把它洗掉 對 那像這個也是泥膏式的 這個也是泥膏式的 不過它就是比較溫和一點 它的去油力沒有那麼強 它是粉紅色很大的 所以它的 它的 所以它比較適合比如說乾性皮膚 或者是我們一般皮膚冬天用 冬天 就我而言 我是 比如說混和天乾 然後我冬天用這個就會覺得太強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 它的去油力沒有那麼強 可是它也可以有一些深層清潔的作用 而且它很漂亮 你們有覺得我兩邊的顏色不太一樣嗎 而且它很漂亮 而且它很漂亮 你看得到嗎 可見我手有多髒啊 哈哈 我剛剛 我剛剛敷這邊啊 對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要衛生紙把它擦掉 可見我的手腳趾層有多多 哈哈 對啊 它好髒喔 這就要太多了 哈哈 所以呢 奇蹟車的你們 一個月可以試用一下這種 火山底上深層的清潔 所以而且重點是三五分鐘後也要洗掉 對 要洗掉 對 它不是一般的面膜鋪的睡覺 對 要洗掉 到了 那它可以就是出門 奇蹟它出門之前先抹 然後 然後 喔 我以為 哈哈 對吧 醫生你 你出門前抹 然後你把它清潔完了 然後再出去剩那些空氣 對 應該是回家啦 這是一等天下來 回家生清潤嗎 對 然後保養然後睡覺 我想說這樣比較節省的時間 這種心態就是不對 這個 說到這個節省的時間 你知道溫力 它敷臉 一般我們不是都敷15分鐘嗎 對 然後最多可能20 它都敷到 乾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才燒夠大碗 那這樣其實對皮膚不好 那為什麼 正確的 你敷到它乾掉 它就會吸引你皮膚的血 對 所以其實每一種面膜 它有不同的敷的時間 那比如說像 就算以不膜式的面膜來講 不同的材質 它敷的時間很便宜 像這種 這種是比較生物纖維的面膜 這個是保濕的嗎 這個是 美白的 美白的 對 那它因為生物纖維面膜 它的保濕度比較好 它不會隨著時間乾得那麼快 所以你可以敷稍微久一點 那有一些保濕的 大概多久 大概20到30分鐘還好可以 喔這種可以到20分鐘 這可以多的睡覺嗎 因為它的清潰液量很多 通常還是不介意 因為我有一次敷到睡著 我一拿起來 我發現我的一層皮這樣 啪啪 我撕開感覺 太乾了 難怪你剛剛講這樣 如果你要敷的睡覺 你就要敷晚安面膜 就是類似像這種的 然後或者是這種的 你是說這種的 對 它就可以敷這個睡覺 是相當的乳霜那種 然後這種也是晚安面膜 它是厚厚的一層 不厚厚一層 看你要保膚或是厚膚都可以 那它洗掉嗎 你早上起來你就用化妝水擦一擦 好香喔 對 這樣子很節省那個晨液 這是什麼的味道 黑茶 黑茶 不是黑茶嗎 黑茶 我真的也是 那為什麼紅茶不是 黑茶 好沒關係 耶 好香的你聞 這真的有紅茶的味道 對 對 這真的有紅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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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一個小字是 白茶是紅茶好嗎 是黑茶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了 好 沒關係 姐姐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要問說你哪邊最敏感 就是 脂質 脂質 喔 對 應該是兩頰跟眼軸好不好 兩頰跟眼中 對 就是他有沒有這個地方 會比較容易癢嗎 對 是 呃 是 過敏和年紀會有 有關係嗎 不是 我真的在問這個 你會嗎 不是 他不是因為你 他是因為他的年紀到了 所以他才說過敏和年紀會有問題 因為他以前不會過敏 以前都是我在過敏 所以他都是笑我 然後覺得我很癢 結果他現在開始一直抓一直抓 我就這樣 年紀到了吧 對 你俗課都在癢 會啊 今天會來 跟免疫力也有關係 跟免疫力有關係 對 你熬夜什麼也會容易 我覺得也有 對 其實跟你的生活的一些習慣都有關係 好 那這時候是不是覺得你要換保養品 不一定 就是說如果說你這個是已經長期使用的保養品 你突然過敏 可能比較像是你吃東西啊 或者是一些外在的壓力影響 可是如果是你已經用了新的東西 你過敏了 那你就要休息一下 那以後再用用開 所以不要以為過敏了都是保養品的錯 對 是你的生活做起有問題 懂嗎 什麼東西都可以讓你過敏 不要讓太強 好的 姐姐我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像這個面膜啊 是全身都可以敷的嗎 欸 他是這樣比如說脖子啊 身體手腳都可以 身體手腳都可以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面膜 也可以敷私密處嗎 我覺得 面膜上是不建議 不建議啊 對啊 因為私密處有一些黏膜 那有pH值的問題 那像這種美白產品都要刺激 其實敷私密處的話 是比較會有 是用問題 他在笑什麼 你是不是這麼重視 不是 姐姐姐反而說私密處 然後不小心說下面 哈哈哈哈 被我聽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直接 聽其他關鍵字 那你先說 你有沒有做過這種事 有 有 你還深的有 有啊 你在哪裡拿什麼面膜衣服 我不知道啊 所以 等一下 你是 敷完臉再去敷下面 還是 你是直接拿去敷 全新的 不是 是先敷完臉再敷下面 重複使用的概念嗎 這樣比較省 這樣很省啊 你用完之後 然後還有很多面膜 你要怎麼辦 我怎麼敷膝蓋啊 我敷腳啊 誰會拿去再敷下面啊 因為下面很嫩啊 然後 然後 你那時候 不是 不是 姐姐不是 我一直說 下面嫩嫩的 然後我如果把面膜敷下去 的話 不是應該會更嫩嗎 我看你要在講什麼 不是 我是很認真 你們知不知道我現在很認真 可是這樣有可能讓私密處發炎 會發炎喔 對啊 為什麼會發炎 因為有的面膜 比如說美白啊 或是清潔面膜 它很刺激 對 所以它是不太適合 付私密處 嗯 所以說 發炎有可能會很嚴重到發炎癢 對 會爛掉嗎 會爛掉 會爛掉 來就差點爛掉了 因為我們要送你小禮物 小禮 小禮 小禮物是什麼呢 溫蒂爛掉 沒有啦 溫蒂跟我姐妹的小禮物給你們 所以要繼續看到最後喔 好不好 要看到最後喔 還有我還想再問一個問題 我還想再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像 我很容易長那種巨大的痘痘 嗯 就是痘痘來的 長那麼大的時候 我也可以 扶妞嗎 嗯 一般來講如果正在長痘痘的話 長痘的地方最好是避開 避開嗎 不是說那種長一顆面膜 不是長一些面膜 哈哈哈哈 長了一顆痘痘的時候 我再去敷個面膜把它鎮定下來 就不會長了 要看你敷的面膜種類 有些它是可以局部在痘痘上 局部 鎮定的面膜 也有 有痘痘可以敷的面膜 可是一般如果像我這邊擺的話 通常 比如說這是美白保濕滋潤修護的 通常要避開痘痘的 所以長痘痘的時候盡量就是不要去敷 對 了解 那像我們女生生理期前 比較容易長痘痘 喔對 好容易 那時候膚況比較不穩定 很容易會有生理痘 對就不建議那時候比如說 有些人會想說 啊我長痘痘啊我要去清潔 對 然後其實不會建議在那時候特別去清潔 因為你過度的清潔 反而會讓角質層的排力混亂 其實有可能惡化長痘痘的問題 那同時在生理期前也最好不要試新的面膜 因為那時候膚況比較不穩定 那當你想要比如說像我 我都是選大概在驚奇的中間 對 那我會兩次驚奇的中間 然後我會用比如說清潔的面膜 或是說我要試用新的面膜 新的保養品 因為那時候的荷爾蒙的關係 是我們膚況比較穩定的時候 兩次驚奇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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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些新的產品 然後或者是用一些深層清潔的 深層清潔的東西 對 了解 原來驚奇跟敷面膜還有關係 有啊 對啊 我想說完全沒有差 可能會知道 對啊 你都不敷面膜了你怎麼知道這有差 不是 是完全不會覺得 這個熱筋的和敷面膜會有差 對 就覺得跟膚況可能有差別而已 對 我只覺得可能沒睡好 嗯 什麼沒睡好 就是沒睡好 所以膚子擦了 然後就可以亂敷之類的 嗯 反正我們都在亂敷 哈哈哈哈 沒有 我今天今天過後 我覺得應該會有增長一點 我的知識 我們下次看到簡潔應該容光換髮 希望 我覺得你還是 你還是 你還是 你們有沒有覺得 也很神奇呢 嗯 覺得太神奇 我們有救了 是的 嗯 想得到我們今天的禮物嗎 瓜地我們的通話密語是什麼 呃 哈哈哈哈 哪裡來的路都會有 那個 什麼 黑 黑有黑 我記得黑有黑 哪裡來的黑有黑嗎 哪裡來的黑有黑呢 然後後面每個人在笑 不告訴我黑有黑的前面是什麼 那是什麼 黑有黑 姐姐妳知道嗎 哪裡來的黑有黑 如果妳 如果妳答對了 我現在要送妳禮物 哈哈哈哈 我們就送給妳朋友 那這個節目是出自哪裡嗎 周星馳 他有一部電影叫做 哪裡來的羅頭客啊 我沒有錯了 我沒有錯了 在一陣 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得到的通關密語 就是妳呢 在我們這個直播的下面留言 叫做 沙里 龍巴 黑有黑 這就是我們通關密語 沙里 龍巴 黑有黑 好不好 沙里龍巴 黑有黑 沙里龍巴 黑有黑 沙里龍巴 黑有黑 沒錯 對了 就是這樣子記得要記得留言 好不好 我再看妳囉 記得喔 謝謝我們姐姐 記得我們講點多好多的支持 謝謝 太棒了 然後姊姊有那個 粉絲團 好可愛 請搜尋 美麗黑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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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黑捷克好不好 記得你們喜歡按個讚 對 還有姐姐我們的通關密語是什麼 沙里龍巴 黑有黑 哇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別說 這句答案 留言 記得喔 留言都有收小禮物喔 留言按讚 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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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姐姐